刚才随时说有十个钟 但是这种我们等了二十多分钟 我们的车才出发 那不是说这个安全带换掉了吗 我找到了一个新的办法 把这个安全带绑开这个后面 然后这样一套 依然是可以把安全带给挂上的 这个终于发车了 然后刚才还跟他练习了一下西班牙文 我现在要说一下我对这个维利玛拉的第一印象 因为就是从陆路 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 你对这个电话感觉是非常吃光的 首先一点就是西班牙文 这个没有人在跟你这样说英文了 包括这边的所有的司机 就是边境这些司机 他们基本上也直接就是跟你西班牙文的交流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边的人感觉更多了一些 还有这个摩托车 当地有摩托车 这个在玻璃兹是基本上和少前导的 现在摩托车 然后又觉得好像又一下有了升级 还有就是觉得这边可能对新冠方面的同意 没有玻璃兹严格 玻璃兹方面 应该是中美最严格的国家之一了 然后这边介绍你还是能看到一些人不戴口罩的 然后就是这边的超市里面 你不会再像那个玻璃兹那样 一个每个超市里面都是中国的一些商人 这边就没有了 他们当地的这个钱 钱都会跟人币的话是1比1.2 可能换算起来是比较方便的 如果你是9成币的话 现在这个车又停下来了 其实我们这个车 还是过去暖路 还是要不断的载人 我们刚刚刚过了一个警察 一个零时的一个检查站 过了一个检查站的时候 我们就顺机 他那边从没有戴口罩 他一边打电话 一边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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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警察也看着他一边戴口罩 一边戴口罩 一边打电话 然后这里就过去了 现在是晚上的七点半 原本这趟行程 可能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还是最终我们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我下午四点半的时候 就见到这个司机了 等会要打个偷偷车 去往那个 我在这个 小岛上 就是打算住的一家新年旅舍 我现在去那里 你现在去那里 我现在去那里 现在去那里 现在就要20公里 去那里 什么 20公里 那里 只要2公里 15公里 15公里 其实就两公里 我可能想象 他们过 要那么高的这个价格 那你去那里 我现在去那里 你去那里 30公里 02公里 很少 这块还是挺热闹的 这边也蛮小吃的 就是这个车站出来之后 这个车站居 还有个另外 旁边有个门 那个门出来之后 那我这边有很多卖小吃的 看这小吃 看着还是挺 看着还是挺功夫的 看着谁 Disculpe Ai T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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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问了一下当地两个妹子 这个他们付这个价格10块左右 基本上就是8块人民币吧 差不多 可能当地这个价格 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现在就是走路 往那个小岛 其实就两公里 就是走路 走就走呗 也是刚到威利马哈第一天 这是好像是当地的一条主页 因为这个灯整条街都是一直亮的 现在是正在过桥 当地的另外一个就是变化啊 在伯利兹的时候是跟美国一样 用那个麦 这边又回到了公路 这会儿这个桥走完了 我找他住的一家客栈 其实就在这附近 所以现在呢就到了这个 罗雷斯的小岛上的一个客栈 今天晚上就在那儿待一晚上 他们这个价格是65 但是我现在没有现金 我要刷卡的话是68 他们的网络觉得上传视频的话一般般 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先休息一下 然后那个房间就我一个人 四人间修整一下 现在全是好 然后明天的话就算是正式开始在 威利马拉的行程 今天就先到这里 在威利马拉的第一顿 是泡面还有当地的啤酒 这种公鸡在这个威利马拉好像也挺流行的 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地图 好像也挺像一只熊鸡 你看这个他们 他那个地图跟这个鸡也挺像的 这个泡面是5块当地钱 这个酒就挺贵了 10块当地钱 不过也行 他们好像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饮酒 我是杨聪 如果你对我过往八十国的经历 以及未来更多的兴趣 有更多的兴趣 非常欢迎在各大平台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你们的关注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